你家里有用这些Teflon涂层的易结架吗? 这些不沾膜到底有多安全? 甚至有些人说不沾膜可能会致硬 那到底是否真的呢? 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Teflon易结架的安全性 Teflon中文称为 铁忽龙或者特忽龙 是一个品牌的名称 实际上是指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PTFE 这种罪行物是由碳和窟件造成的 而碳窟件是被认为在化学中 非常稳定、最强的件之一 非常难以分解 由于碳和窟的结合是十分稳固 它们不会和水、油或者食物发生任何反应 所以当你煮食的时候 那些食物就不会粘在锅上 非常方便、非常好用 听起来好像是好消息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用Teflon易结架的第一个原因是 Teflon是很不耐高温的 根据官方资料 说它在烹饪过程是十分安全的 因为它只会在温度超过260度 才会开始分解 当锅的温度超过这个范围的时候 Teflon涂层会开始分解 并释放有毒的气体 这个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 在美国 单在2023年就报告了超过267宗的Teflon Flu 这种病征的主要症状包括 胸门、咳嗽、呼吸困难和头痛 这些症状的原因是由于 Teflon或过热 导致涂层释放非常有毒的气体进入空气中 即使大部分患者在2-3天内会耗 但是这种病征的症状的影响 我们未知道 而且这些气体中有很多属于PFAS的化学物质 俗称为Forever Chemicals 永久性化学物质 这些PFAS一旦进入了人体或者环境 就会长时间残留 几乎永远不会分解 研究显示PFAS与多重癌症有关 你可能注意到很多不尖锅上面有一个红点 这是用你提示锅 什么时候达到理想烹饪温度 是大约190度左右 说得好听就是理想烹饪温度 ideal cooking temperature 说得好听就是 你现在不再快点煮 它就会释放有毒的气体 那你就是说没有加热就行了 Teflon制造商Dupont 声称 开地的不沾锅涂层在260度的温度下 仍可保持完整 远高于日常烹饪所需的温度 根据EWG在2003年的测试显示 不沾锅只需要在火炉上加热2-5分钟 就会超过涂层开始分解的温度 即是260度以上 释放出有毒的火粒和气体 但其实在1955年 已经记载在140度 开始已经有化学物质被释放出来 还有在1998年的一个养鸡场中 由于用了PTFE涂层的加热灯泡 那个温度达到202度 而1400只鸡汁里面又超过1200只死亡 还有一个案例是一只草物鸟 在暴露于预热的163度的TTFE涂层 谷露后死亡 这个草物鸟在谷露的附近 而不是谷露里面 那鸟类的肺部对空气中的有毒气体非常敏感 而人类的肺部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但我想提出的是 即使是这些比较低的温度下 TTFE涂仍然会释放有毒气体 从化学角度来看 分解温度并不代表是那个温度以下 完全不会有任何分解反应 只是分解的程度 可能少到无法被检测到 像食用油的烟点 很多植物种子油在加热的过程 不用搭到烟点都开始分解 释放有害物质 所以製造商声称 只要温度没有诸葛260度 涂层就是安全的 其实是错的 虽然人类可能不会立即感受到明显的影响 但是加热而结架 不沾气炸锅或者不沾电饭煲 这些被释放的毒素进入人体的程度 和长期的暴露仍然未知道 那我不用TTFE涂价格的第二个原因是 我避免不到TTFE不会有刮痕 如果你的TTFE表面有任何刮痕 研究显示 即使有一条很小的裂痕 都有可能释放大约接近9100个micro和nanoplastics 刮痕越多释放就越多 如果有更大的裂痕 甚至可以多到上百万 这些释放的火粒里面 包含Teflon 和其他的micro和nanoplastics 和之前提到的PFAS Teflon射入兔子后 是可以完整地排出体外 但这个只是适用于比较大的 Teflon碎片 对于直径小过20mm的 microplastics和nanoplastics的火粒 它们可能会进入血液循环 而这些micro和nanoplastics 进入人体后的长期影响 目前我们仍然无法完全了解 你可能认为自己很小心地用不沾锅 但是无论有多谨慎 磨的表面仍然会出现一些 肉眼见不到的小白痕 而且你又会佳容的 令到屠层更快脱落和变薄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沾锅 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越来越粗糙 所以当你用Teflon而结枉的时候 你需要明白你是无法 完全避免接触到这些 非常有毒的PFAS 永久性化学物质 所以第三个原因我不用Teflon而结枉是 Teflon含有很毒的PFAS 其中一个最被关注的就是PFOA 那么它有多毒呢? Tupon公司大约在1940年 就开始用PFOA来制造Teflon 将含PFOA的废物 埋在地和污水扔入河里面 污染了Vest Virginia附近 超过7万人的饮用水 导致肾癌和膏软癌 急在先疾病 违拒性劫抢 还有一个在Tupon厂 接触到PFOA的人妇 去生出来的小朋友 已有面部棋液 有一部电影叫Dark Waters 就是关于这场官司的真实故事 即使公众在1990年 才知道PFOA的危险 距离实际禁用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在2003年 才开始逐步淘汰PFOA 并在2014年完全禁用 欧盟就是在2008年开始管控 直到2020年才禁止PFOA 简单来说 新制造的化学物质 是否有危险性 可能需要长达50年 而要完全禁止它的使用 可能再需要20-30年 但是中国到今天 并未全面禁止PFOA的生产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PFOA生产国 只是在2014年开始限制PFOA的生产 在特定的用途 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用途 根据2023年一份官方新闻稿 中国限制PFOA只可以用来生产这些产品 是没有包括煮食器具 意思是在2023年前 在中国大陆买的 Teflon涂层的锅 电饭煲 气炸锅等等 很有可能陷入PFOA 现在如果你看到有 Teflon涂层的二结锅 说他们的二结锅是PFOA free 其实这种说法是多余的 因为大多数不占锅的制造商 早已停止在锅柜中用PFOA 所以Teflon涂层敢说 它没有含PFOA 那么今天2024年 行马的Teflon涂层的二结锅 就不怕有这些好毒的PFAS 又有一个坏消息了 今天PFOA已经被另一种化学物质 叫GenX取代 GenX也是一种PFAS 并且一些化学家认为它的危害 可能和PFOA一样严重 美国EPA甚至指出 GenX的毒性比PFOA更高 所以凡是有Teflon涂层 就一定有PFAS 因为Teflon实在是太好卖 当你禁止了一个化学物质 制造商就一定会 找其他化学物质来取代 分分钟那个代替品是更有毒 只是未被人禁止 那要怎算呢 对于成年人来说 即使小心用不占锅 都无法完全避免 涉入这些化学物质的微量产流 而问题的关键 是在于这些化学物质的 长期积累效应 虽然来不来用Teflon涂层 可能不会立即带来明显的危害 但是长期接触 可能会对健康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人父和小朋友 这种风险更加严重 由于小朋友的体重比较轻 接触到化学物质的弄度相对比较高 和身体累积的化学物质都会比较多 对于他们的健康影响可能会更大 所以就更加不要用这些锅 来煮给人父和小朋友 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应该避免所有含有Teflon涂层的柱具 这些包括锅 气炸锅 Waffle Machine 电发煲等等 可以选择 不锈钢 铁锅 铸铁锅 吐瓷锅 等更安全的代替品 这些更明智的选择 透过这些小小的改变 我们可以逐步减少有害的不沾锅产品的使用 多谢大家看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